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我們來追蹤一下 中美關係的最新進度 當然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到大陸訪問三天之後 現在可以看到 他今天是去上海迪士尼樂園 看一看 當然現在是 今天是他訪華的最後一天了 來到迪士尼主要要談的部分 是中美的旅遊相關的合作 中國方面就是文旅部長 來跟他會面 他們現在要談 是不是中美的直航航班 應該要多增加跟恢復了 包括明年來 舉辦旅遊高層對話 那麼我自己七月到北京 最近很多人到北京 上海都知道 都看不太到外國人 這個部分 國際化跟尤其跟美國的關係 這個部分的萎縮 跟經濟關係的影響性很大 所以現在是這樣子 美國也在估算 中國到了觀光客到美國 也很重要 包括如果能恢復到 2019年的水準的話 將可以給美國帶來300億美元 跟5萬個工作機會 所以現在跟李強的對話 也是在強調經貿關係 雷蒙多也趁此再度強調 美國企業在中國大陸 要受到公平透明的待遇 否則這裡 但是他不提自己美國 對中國企業 是怎麼樣的趕盡殺絕 那麼各方面的見面 這次見得很多 也包括跟副總理 何立峰的見面強調中美的經貿 那麼他也搭乘了高鐵 該經歷的都經歷了 但是他還是抱怨說 美企抱怨 中國大陸變得無法投資 所以雷蒙多一直希望 還幫美企找中國投資的機會 是不是跟美光先前部分 被封殺有很大的關係 那麼還包括了對於波音的部分 那麼波音的737 MAX的議題 他希望中國能夠減少出口管制 雷蒙多的各式各樣感覺起來 真的是幫美國的企業 跟美方的利益 真的是痛下所有能談的都談了 那麼包括李強強調 如何經貿的部分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AI的合作要來提 分大尼的危機等等之類的 這個藥品 所以無論如何 在評論方面也一定要 中美基本上還是各說各話 所以這個部分 究竟雷蒙多這次能夠帶回去 多少成績呢 當然這次訪問的部分 大家也發現到 美光最近新任命了 中國政府事務的部分的主管 是不是要修補一些中國關係 最近有關於 中國的部分的這種 Government Affair的部分的關係 所謂政府事務的部分 基本上還是 中國所有的部分的大企業 都在做很大的調整 美國 法國總統馬克宏就提到 西方是不是面臨被削弱的危機 那麼對於跟中國大陸的部分關係 我們可以來看到 最近整個來盤點一下 那麼因為在G20的部分 蘇納克英國首相 首度渴望跟習近平見面 所以現在在8月30號 英國外相正到北京來訪問 跟王毅跟韓正在碰面 我們來看 10月份現在普京也有可能 訪問中國 那麼9月份 可能中韓的首腦會議要進行 中韓的關係都不太好 那麼泰國的部分 也在進行單軌列車 非洲都知道 最近除了有州非安全論壇之外 包括國防部長李尚福 也要推動跟非洲的軍事合作 巴西有水務工程 所以感覺起來 中國的連線多國的進度 在最近還是非常的密集 在推動進行的 先請教永明兄 聯盟多這一次訪問 他講了他想要講的話 對 但是我覺得他講話的過程 他講話的內容 反而顯現出 他其實就是一個強硬的 鷹派的執行者 他也不是一個理念 他雖然是部長 但很清楚他是一個政客 從羅德島的州長 到變成商務部的部長 在此之前他只是個律師 所以他不懂科技 是他底下的一個負責 安全部門的一個局長 主要在操控 對中的經濟科技上的管制 所以在他跟王恩濤見面的時候 王恩濤提了五個要求 後來這五個要求 他在跟何立峰 以及跟李強總理見面的時候 這兩位大陸的高層也重複了 這五個要求 他完全沒有回答 聯盟多 哪五個呢 美國對華一 301關稅 就是那種懲罰性關稅 從川普到現在 第一個 第二個 美國對華的半導體政策 第三個 雙向的投資的限制 第四個 美國的歧視性的補貼 這指的是那個晶片法案 還有那個削減通膨法案 對 採取保護主義的補貼 第五個 制裁中國企業 制裁中國企業 已經到達700多個 還有一些機構跟個人 加起來1300多個 然後在聯盟多來之前 他故意拿掉了27個 大部分是科技公司 但是他都列在所謂 未證實清單 什麼叫未證實清單 就是美國我不需要去認證 我認為你危險 我認為你可疑 我就把它列在這個清單 你就進入到黑名單 要你自己證明 所以這五個東西 關稅 半導體 投資 歧視性補貼 也就是保護主義的政策 以及對中國科技的這些限制 聯盟多一句話都沒有回答 雖然做了四個的機制 像是所謂的工作小組 對話機制 然後專家小組 以及針對政策的談話 看起來好像在事務性層面 技術層面有在突破 可是這個東西對北京而言 我也是要用這個機制 來去詢問你 你應該對你的色線 更加透明化 我還記得他跟何立峰 中國大陸副總理見面的時候 他說我們國家安全第一優先 我們國家安全第一優先 我不是要去壓抑你中國經濟 但是我的國家安全第一優先 在這個原則之下 我去推動中美之間的貿易 他也說我們到現在為止 對你中國的制裁的項目 占我們中美貿易只有1% 但那是多核心的1% 對不對 所以現在問題是 那既然你要來談 你要更清楚 把你自己定的標準是什麼 講清楚 講不清楚的 為什麼 這跟過去冷戰的時候不一樣 冷戰的時候 你要把一個東西 作為軍事用品了 才會禁止 他現在是只要你任何的技術 可能會被用為軍民兩用的 他就把你禁止 因為他是全面性的科技壓制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反而是更清楚的知道 美國的本質跟立場 這沒什麼太特殊的 但是這並不代表 是不是11月 習拜會一定會開 但是感覺上 中國大陸這一次是願意 就是說把這個溫度降溫 可是能降多少 我覺得是懷疑的 是 這大使 其實這個雷蒙多事實上 他去當然是為了 美國的利益而去 他不是為了中國大陸利益而去 他這個想要創造出一種氣氛 可以感覺得出來 中國大陸也配合他 想要創造一個氣氛 這個氣氛就是說 雙方在這個經貿關係上面 事實上在往一個 比較正面的方向在走 是 那有一點轉向的感覺 那事實上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這個中國大陸 幫他安排了很多會見 對 不過包括甚至管觀光客的 文旅部長都見了 所以就盡量滿足他的要求 那中國大陸也在他去的時候 宣布對於那個 波音737 MAX這一型的飛機 準備同意他供貨 因為這個已經被中國大陸就是說 四航證已經取消了大概三年了 很久了 那現在放寬 也是釋放出一種氣氛 那可是要實質上要突破 是非常困難的 那中國大陸事實上 現在會讓這個雷蒙多 稍微客氣一點原因 就中國大陸也拿經貿 做一個制裁的武器 反制的武器出來 過去中國大陸是沒有拿的 這些都是今年大概 上半年才出台的一些做法 就是把美國的廠商 也列入實體清單 列了好幾個公司 包括美光 那還有就是雷神跟這個洛馬 都列入了實體清單 另外還有就是對於 中國大陸的關鍵的這些材料 比如說加根者 現在也有說有一些稀土 比如說剃 洗 污 都有考慮要限制出口 這個部分的話 對美國形成實際上的威脅 所以等於說反制美國 對中國大陸的報復 這種制裁 所以就變成雷蒙多 他也必須要審慎的因應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中國大陸對於外面的報導 對美國的農產品的進口 減少了非常多 減少非常多 所以這些都是雷蒙多 他必須要去能夠說服中國大陸 不要做出對美國進一步不利措施的 所以現在雙方各有籌碼 而且他作為一個商業部長 他的職責 不是天天在制裁外國的商業夥伴 他是要拓展美國產品的 在外國的市場 所以他的是雙重角色 他如果只知道有一個角色的話 他國內的這些 美國的這些商業界 產業界對他是不滿意的 沒錯 所以他現在必須要 他也就是說他去之前他說 我必須要怎麼樣 找到一個非常困難的平衡點 他有一方面他要能夠 大陸對他開放一些商業機會 另外一方面他又要抵制 繼續抵制大陸產品在美國的市場 繼續限制美國產品 對中國大陸出口 所以他必須要找到一個平衡 所以他對外來說 我會很強硬 可是我也會很務實 不曉得他到底強硬在哪裡 務實在哪裡 不過我覺得這一次整體來看 他事實上在氣氛上 給整體外界看起來 是有一些往暖的方向 回暖的方向走 這也可以說 在他的艱難的任務之下 也勉強說 有一些正面的成績出來 請教進場之前 我還印象滿深刻的 因為這一次因為播音的部分 看起來要往前動了 9月14號在台灣 有歷來最大的一個軍武武器展 那麼各大的軍火箱都來了 但播音回頭沒來 不知道是不是 也是有點這樣子的關係 你怎麼看現在整體的 這個部分布局跟影響 我覺得我光是看 連牧多這次在大陸這些東西 談著什麼東西 看起來還滿令人樂觀的 好比說他見了很多人 談了很多事情 然後更重要的是 中美成立了一個工作組 就是隊的工作組 然後每一年部長級的開一次會 這個副部長級的開兩次會 我覺得這些都好像非常的樂觀 可是接著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我就覺得好像不是這麼樂觀了 因為我以前早期在軍中 也聽過一些高階將領講過 也聽過一些專門跟美國對口的 這些負責聯絡人講過 他們跟美國溝通的經驗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比說你是美國人 我是我們台灣的這個 你跟我講一些事情 什麼決定要怎麼做 然後我聽完以後 我覺得這不太好 在我們的立場我覺得是這樣這樣這樣 你也很仔細的聽完 聽完以後你想想 你又說還是那個樣子 你不會改的 然後我又講說這樣不行 他不行講 然後你就不跟我溝通了 你就走了 走了回去之後 你可能打個電話給消滅起 你們那個官員 根本沒有辦法溝通的 這個人腦袋僵化對不對 你就會去抱怨 然後消滅起 打電話給官副部長講 可能下個月我就被換了 這個東西一傳開你就知道 所謂的溝通其實是單向 他告訴你什麼東西 今天這個東西 其實我也有這個懷疑 你知道 他來 因為早期的時候 都是他們單向的制裁中國 他單向制裁他才不管你 你看剛剛楊老師有講 結果最近他們才開始 中方反過來制裁他們 反過來制裁之後他發現 奇怪 居然有人敢反抗 來 倒過來制裁我 然後他又覺得損害到他的利益了 所以他就開始想要跟你溝通 他跟你溝通的其實最主要的目的 是單向溝通 要說服你 他不是溝通 對 我就是告訴你 你不要誤會我了 我這個意思其實我是為你好 什麼什麼的 我應該這樣這樣講 他不是為了你 他也不想聽你說什麼東西 他還是仍然是單向溝通 所以你對這些建立的這些東西 你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如果我舉個例子 我是北京的這些協調的人 我只要一次兩次 我發覺他們的東西 就是所謂的單向的告訴你 你應該這樣做 你應該那樣做 還是那種老大心態的話 我的感覺根本不必看